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10秒钟的短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一个穿着黄色上衣跟白色短裙的小女孩 就拿着一个小篮子 似乎是在做同模 在拍摄一些服装照片 她就突然被身边的一个成年女子踢了一脚 那么小孩呢就往前扑了几步 没有摔跤也没有回头看 那其实最初爆出来这个视频呢 是在几天前 当时呢大家不知道这个成年人是谁 所以当时新闻的标题都是说 这个成年人踢同模 但是后来热心网友啊 跟一众的媒体就在扒皮 就发现其实这个成年人啊 正是这个同模的妈妈 那么这个孩子呢 她小名叫做妞妞 今年的三岁 已经成为同模半年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张图片 就是妞妞 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三岁的小女生 那么这件事情一爆发出来之后 很多妞妞她的合作的淘宝店呢 都把她拍的服装照片下架了 包括商家啊 可以看到图上这个商家 也收到不少网友的质疑跟一些询问 那么妞妞妈妈呢 忍不住这个舆论压力 就在一些媒体的邀请下 出镜回复了这个网络对她的质疑 她还说网络暴力很多 让她已经压抑到想自杀了 那么她跟记者也还原了 当时拍摄的一些情况 她说当时已经拍了一天的照片了 自己很烦躁 脾气也没有管理好 她说其实她平时呢 是本来从来都不会踢小孩的 顶多也是生气的时候 打一下她的屁股 包括在这个视频里面看到的 她说她解释说 其实当时是有收回利器的 只是想要恐吓她一下 所以呢妞妞当时才没有哭 但是呢 她也在这个采访的时候 多次强调这种行为呢 她是非常非常后悔的 那么妞妞的妈妈还说 平时一家人是有工作 不是靠着妞妞生活的 因为非常多网友就有质疑说 是不是这一家人啊 就只靠着小孩去拍照赚钱 来维持佳绩 那还有一些网友呢 注意到妞妞以前拍过的照片 就发现她腿上是有伤 那么妞妞的妈妈就解释说 其实是因为小孩平时很喜欢跑 有一次夏天呢 在穿裙子的时候跑才 腿上撞出了瘀青 那么记者也在一步步询问 因为这个视频看起来呢 是他们已经完成了拍摄了 那为什么还会留在那里呢 那妞妞的妈妈就回复说 其实呢是他们自己 在拍摄结束之后 在那边拍着玩 然后基地的门口是一条马路 妞妞又喜欢跑 妈妈就不想让她跑 所以在行急之下呢 才踢了她 那么她还在那个采访中提到 这个小孩呢 她从事儿童模特 已经有半年之多 最开始是因为妞妞妈妈本身呢 对这个拍照非常感兴趣 那她就在网上买了小孩的衣服之后呢 就经常有在发这个买家秀 然后商家就看到这个小孩很可爱 然后就联系了妞妞的一家人 所以他们才开始走上了这个 拍照这个这一条路 但是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视频 跟妞妞妈妈的采访是什么感受 其实我本人是觉得 妞妞妈妈的这一段声明的采访 并没有能够说服我 首先呢她是说妞妞是因为到处跑 所以她自己才贴了她 可是这个说法怎么听起来都有点牵强 那尽管妞妞妈妈其实她是没有下死手 也没有真正在像很多别的 更多的社会新闻一样在暴打孩子 可是呢任何对孩子做成人生伤害的 这种动作呢跟行为都是不正确的 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网上 其实大部分的言论都是在批评这个妞妞妈妈的 而且呢网友也扒出她以前的视频 说这个行为其实并不是第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视频截图哦 蹲在这个墙角就是妞妞的妈妈 她手上拿着一个衣架 然后贴着墙的呢就是妞妞就有网友爆出来 其实她以前就曾经有过这种拿衣架去打妞妞的 这个行为 所以就不知道在这样的公众的压力之下 会不会有更多拍摄的视频流露出来 但是呢有一个不得不成的公认的事实是呢 中国人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时候都讲究的是 孩子是不是遵守了道德跟秩序 而不是在考虑这个行为 是不是会触犯法律的底线 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在场的这两位主播 不知道两位成长的过程中啊 家长有没有对你们进行过比较不好的 像这位妞妞妈妈这样的行为 以及呢你们两位对于这种家长打孩子行为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说到这个中国的家长打孩子 这个对于很多这个有中国这种生活成长背景来说 都不会陌生 中国就老话叫棍棒底下出孝子 就是家长觉得这个打骂呢 或者说有一定这个控制程度的这种打骂呢 他是为孩子好 那么当然这个在这个美国包括在西方国界来说 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啊 他涉及到了一个虐的儿童 但是在这个当中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件当中 其实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词 就是中国有一句这个民间的俗语叫 要想人钱显贵就得背后受罪 那么这个同模也好同心也好 他无外或是通过一些包装啊 一些个影视手法让孩子最光鲜最精彩最可爱的一面 呈现在更多的人面前 但是你想一个小孩他可能这种控制能力啊 这种自制的意识啊 表达的意识啊 可能不会那么准确 所以作为家长呢 他可能在旁边就着急 这孩子可能没有摆出他需要的pose 可能这个孩子没有按照他的这种要求 做出他希望有的那个姿态 所以他情急之下可能就出手了啊 这个出手从他旁边那个应该是他父亲 呃其实这个动作啊 看得出来很娴熟啊 就是就是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刚才在这个照片当中也看到 有个人各样的体罚 所以我觉得 呃首先不论是你出于什么目的啊 对于孩子来说 我还是希望你可以让他去参与这种演艺活动 包括这种一些儿童的一些个才艺的秀啊 都可以 但是是不是这个孩子他在这个当中 他是不是快乐的 而我们的家长是不是尊重这个孩子本身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关注的一个点 嗯 我觉得对于体罚这件事情 我自己是在两个非常不同的体系之下长大 所以对于体罚是有呃在这个我的了解上面跟我的态度上面 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大的改变 我相信梁俊应该也很习惯在就是中国教育体制底下 不时的会被老师打吧 嗯 只要打得过惨就行 对 我之前就是呃 就是每天上学大概都有七八个考试 那考试很多时候老师是他帮你定一个你可能会达不到的标准 就很像是业务一样 那这个标准没达到呢 就小一分就打一下 所以以前几乎每天上学都是就是打被打是家常便饭 那我爸妈打我的话那也是就跟其他家长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从小就是觉得被打是一个呃做做不对事情 或是没有达到就是长辈的要求一个应该会发生的事情 直到我移民到这个加拿大之后呢 呃突然就是没有这种体罚制度 而且这个体罚这个东西是不存在 而且是不被允许的 呃在这样子的社会底下 其实对于不同的文化来讲 大家的冲击都很大 因为像除了华人喜欢就是以这个就是打骂孩子做教养的一个标准 有更激进的一些文化 比如说呃像是印度的一些文化 他们甚至会认为比如说是这个女儿啊 就是他们的一个财产 所以如果今天做出对家族蒙羞的事情的话 就是除了这个打骂以外 可能会有就是更惨烈的后果 那我在加拿大读了一段书之后呢 有一次回到家里 台湾的家里看之前的日记 就是会写说今天又被打几下 今天被打15下 然后昨天被打12下 那时候我的心里面冲击还蛮大的 因为已经过了很久 已经忘记掉体罚这个是一个标准了 那我当时在回想到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老师打孩子是以家常便夫 而且大家都会比较说今天谁的这个藤条 可能是哪里买的会比较好打 讨论刑具 对对对对 然后有的老师甚至是用捏的 而且他可能是捏你的脸或是捏你的身体其他部位 我那时候回想起来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竟然那个曾经是被允许的 那其实在台湾现在的体罚已经是 在学校里面已经是不被允许了 不过对于就是家长的体罚呢 其实目前没有任何的民文规定 所以看到就今天这个我们的主要主题 这个妈妈在心急之下对孩子动手动脚 这个觉得就是台湾人生长背景 也不会觉得很吃惊 这实际上就是这种野蛮的教育 中国人有一个老话叫不打不成才 但是打了之后未必也会成才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体罚教育 虽然说在中国人这个华人的这个世界当中 觉得这习以为常 这谁没被打过 但是其实为什么我们很多华人 到了这个美国之后 到了加拿大之后 他会约束 其实并不是说他的文化当中 这个东西是挪出不了的 是不可以控制的 实际上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他会有一些社会的一些法则来规定你 对于儿童的保护的规则来规定你 其实这个当中还清到一点就是除了这种 我们看得见的 像刚才这个照片当中这个妈妈踢孩子 包括我们两个刚才在讨论当中的 从小经历过的这种啊 这种辛酸苦辣的成长史 其实还有就是那种暴力 就是父母有的时候他骂你 老师骂你 你成绩不好啊 骂你或者说 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 在中国啊 你如果那个小孩的成绩不好 老师会把你安排在最后一排 就老师基本上不会理你 我们以前也会 所有的同学都会莫名其妙的孤立你 其实有的时候对一个人的伤害 就你这比打他还要厉害 有的时候 对我们之前是就是 座位呢就是前五名是一排 然后五到十名是一排 然后五到前五名呢 他就要跟倒数 就是倒数最后一名 跟倒数第五名坐在一起 所以大家就是看你坐在哪一排 好像你的那个 在班上的阶级会不一样 对就跟你把你的这个学习成绩 就放在明面上贴个榜似的 就好像在你脸上就盖了个 除了你是哪一级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这种暴力啊 也不亚于这种打骂 嗯 谢谢两位的分享 没想到两位都有这么心酸的成长史 我相信拙贤也有 好自己就不跟大家分享 不过说回来 其实网友对这个视频气愤的点呢 一个是在于我们刚才讨论到 打孩子这个行为 另一个呢是在于同模这个行业 因为大家也会觉得 妞妞她年仅三岁就加入了 这个模特行业 其实呢 而且她也是在工作中 可以说是工作中被踢 所以就有更多网友觉得 这个妞妞妈妈的行为很不合理 那么据称啊 同模行业在妞妞拍摄的所在地湖州 已经是出具规模了 他们不但是有专门的同模培训班 而且呢 同模的这个薪酬已经成为了一个体系 比方说到同模拍一套衣服 一般呢会有80到150人民币的收入 而且呢湖州有一个城镇的同模呢 年收入可以达到十几万 甚至是上百万不等 那么其实啊 这样的新闻在中国 其实是三不五十也会传出来 比方说哪个保姆又打了孩子啊 哪个幼儿园的教师又施暴了 其实呢 可以显现出是中国在保护儿童上面 有体制上面的一些缺失 那么说回来这个妞妞妈妈行为 他到底算不算是虐童呢 那我就上中国的微博看了一眼 那微博上面呢 有一位这个大V 他叫做杨文战律师 他是个律师 他就说根据法律 如果啊暴力去伤害未成年人 并且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确实呢 是可以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利的 但是呢 他也提到仅仅凭借一个视频的片段呢 还是没有办法判断 并且做到结论的 所以呢 如果网友说可以剥夺这个妞妞妈妈的这个监护权 其实暂时是不能成立的 那回到找同工这个问题啊 我们刚才私下讨论的时候 也在思考到底同模这个行业 是不是合法的呢 如果是的话法律会怎么样对他进行先规范呢 那其实呢 中国有一条这个禁止使用同工的规定 规定是有显明呢 在文艺体育单位 经过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 的确是可以雇用未满16岁的这个专业文艺工作者 以及运动员 所以呢 如果小孩去从事这个文艺活动 而且经过监护人同意是合法的 但是呢 用人单位是不能招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的 然后这个事件就让我想到在中国的拍戏的儿童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大概几年前在湖南卫视 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叫做小戏骨之红楼梦 特别火 那时候呢 在中国的一个社交网站叫做豆瓣上面呢 评分有9.3分 这个对于中国电视剧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 很多人就在观察这个小戏骨的一举一动 比方说他们会很自然的流眼泪啊 他们跟对手对戏上面都非常非常专业 所以呢 有些人就在 一方面是在暂学这些儿童 一方面呢 也在觉得年纪轻轻就要去拍戏 没有童年生活 他们觉得他很惨 所以呢 我就再次把问题报给现场的两位 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知道这部电视剧 并且呢对于在中国做童星这个行业的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这个这个剧 但是我小时候是看琼瑶的电视剧长大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童星就是金鸣 金鸣对对 婉军是吧 对 小时候大家都很想当他 觉得他很可爱 然后又很聪明 可是他后来好像就变一个高材生 也没有在从事影艺的这个行业 对对 所以其实对于童星来说 近些年在中国其实是越来越多的这种 所谓的你也不能说是出现了很多明星 但是会出现很多打造明星的平台和机构 那么这个当中也步伐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主题啊 就这个童谋 其实在中国很多这种 儿童的这种才艺或者演艺的培训机构呢 他会专门的以这种跟某个电视台啊跟某个这个 栏目制作中心啊或者说某个电影剧组啊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 缺头 来吸引更多的家长 让自己的孩子去这个中心学习 家长的其实就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呢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 啊这个 同龄人当中呢能够更加的出彩 中国家长有就是小孩会拼爸爸拼妈妈 家长的喜欢拼孩子就一群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哎我孩子怎么怎么样我孩子 就是觉得一种炫耀 所以呢由于这种炫耀再加上小孩他可能与生俱来有这个表演欲望 就促成了这桩买卖 所以这些演艺公司就发现了这个生财的 这个道路 所以就正好迎合了这种 那就是成年人这种心理 而这个小戏鼓呢 一个是《红楼梦》另外一个 白娘子就是白蛇传 也拍了 当时确实收视率 听说是很不错反正我也没看过 但是这个反映出就是说现在中国很多这个 成年人啊 他喜欢看小孩表演 他甚至喜欢看小孩他不像小孩 就是喜欢看小孩那个类似小大人一样的就说很成年人的话 表现出很成年人的这种口吻啊 这种情绪啊 家长就觉得很有意思就证明这个小孩长大了吗 反正我也 摸不清楚这个家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思绪 但是有很多的家长就喜欢小孩 嗯 这个不像小孩 在台湾看到的童星呢 基本上都是想要他们是 维持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形象 那 我们就讲到嘛 就是爸妈他们对于他们的孩子 是把他当成摇钱树这一点 其实 我们在讨论 有很多地方是讨论不出的一个头绪 比如说 今天这个小孩他如果 当然是未成年嘛 他需要监护人来 让他去从事演艺的这个活动 那他有时候他的收入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这些钱 爸妈是全部都放到自己口袋呢 是不是有一部分 应该是因为这个孩子赚的钱 是不是应该 替他存下来 对是不是应该 有一个硬性规定 这个钱是要属于这个孩子 其实我找来找去完全没有找到任何的资料 除了在美国 他有说在15岁以下的这个童星 他的赚 赚的收入的15% 爸妈是必须要帮他存起来 其他地方的区域的童星 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有的规定呢只是 比如说在日本 他是晚上8点以后 不可以工作 那香港的话呢 是晚上11点到早上7点之间不可以工作 好像上 上课的日子也不可以工作 那台湾的话呢 他分的其实非常的细 他从 就是 很多不同的年纪 分了很多不同条款 6个月的话呢 就是 一次工作只能工作30分钟 然后6岁的话 一天只能工作3个小时 12到15岁又是一个不同的这个 算的方式是4个小时 那15岁到16岁呢 他有一个 名称叫童工 就只有在这个15到16岁之间 那他们的话呢 就是 跟 一般大人 是一样 他们 每个礼拜最多的工作时间 是可以工作到40个小时 但是 对于他们的收入这方面呢 是也没有硬性规定是 家长需要帮他存 但是因为他是童工 所以反而呢 他的工资可以比一般的这个 劳动的工资 要低于70% 所以我觉得在收入这方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 应该说灰色地带吧 有很多知名的例子就是童星 他们的爸妈 其实根本没有正值 当然他们就是要 等于是这些童星 他们的经纪人 但是很多时候 这些童星 他们可能 比如说 你们可能不知道 台湾有一个叫做小冰冰 他的儿子叫小小冰 那小小冰呢在台湾 你知道吗 知道 他就是 小冰冰呢是就是 我们 跟他爸爸小时候长得好像 很像很像 对而且他们真的是 演艺世家 大家都非常的会演戏 所以看了真的是 虽然你知道他是 在演戏 还是觉得很可爱 还是很喜欢看他 那他那个时候呢 就两年 两年就好像 帮他们家 带来了一千八百万 那 最后呢 好像成本也是 被他们家人 拿去 这大家当然是 这个八卦新闻 就说 被他的 后母拿去整形啊 爸爸拿去买房子啊 去投资 到最后所有这些钱 都没了 那他现在也才几岁而已 从那么小辛苦工作到最后 所有的钱 就也是在他的这个监护人底下 随意的使用 所以这方面呢 我相信 我们大家都是比较疑惑 就是这个钱 是不是应该有个更完善的制度来管理 其实在美国之间有个童心 就是演那个 系列电影那个小鬼当家的那个麦卡利金 他之前也是在拍戏的时候 他家里边跟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签了这个合同嘛 因为监护人嘛 所以他就 当然家长帮他就存起来 存起来之后呢 后来这个小孩 就是麦卡利金 他在成长过人当中 他就越来越在乎这个钱 越来越重视这个钱 在他的生活当中 仿佛这个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最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个 就是他的这种价值观完全就 就跟其他的小孩就不一样了 或者说 就 过于的唯利是图了 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 这个也是好莱坞的一个 小童星 这个曾经这个秀兰 秀兰东布尔 秀兰东布尔 秀兰东布尔后来之后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长期的这种 小时候没有这个 属于自己的童年嘛 一直在把这种荧幕镜头交给了这个电影公司交给更多的观众 最后来他一直办 虽然就是 长期的抑郁症 所以在他 其实还蛮年轻的时候就这个有抑郁症的问题就就离开了世界了 所以其实看得出来很多童星 他在给很多的观众看来是好多么光鲜他多么好的一个 萤幕状态的时候 谁他背后可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但是回过头来说这个中国现在 在这个童星的现象呢 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就是 有一些 猎奇的审美 因为中国这近些年啊 我不是说刚才说了吗 这个家长喜欢看一个小孩不像小孩 除了这个不像小孩之外呢 他还希望小孩他可以有反串 中国现在很流行反串嘛 就是男的唱女的女的唱男的 成人玩一下这个反反串 证明你的某些的这种 这种艺术的能力呀 或者表演的技巧 但是小孩的话 让一个九岁 我就看过一个学戏曲的 就河南玉剧的小孩 九岁还是十二岁 反正也就这么大 他要去唱一个老年人 唱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太 化妆也化成老太太 唱腔生意 也非得憋成老太太 所以中国有很多这样的 就是把儿童作为一种 他不光只是摇钱的 挣钱的工具 他更多的把他变成了一种娱乐的一种玩偶 让他来满足自己的某种审美的需要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这个当中也是挺让人觉得后怕的 所以看来中国的娱乐圈的确是需要出台更加严谨的 关于保护儿童或者说是保护童心 这方面的法律能够真正的保障到 儿童的健康成长 那反观到现在中国娱乐圈 其实大家应该也有留意到 越来越这个盛行的是 小孩的出道 越来越小的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出道了 比方说 这个TFBOYS他们出道的时候不就也才14 15岁大概 而且呢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小孩 不知道是他们父母使愿 还是他们自己想要 要挤身这个娱乐圈 所以呢有很多小孩呢 是自己从小就开始有意识的去准备 那么如果是小孩自己也喜欢 这个行业那么他们提早开始准备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呢就不知道到底 这个小孩要到几岁才能意识到 自己是不是有这份的这个愿景 那么的确也像刚才梁俊提到的这个 从小出名的确可能会给小孩带来一些不管是心理上面还是 精神上面的一些负担 他刚才提到这个小鬼当家的童心麦考虑啊 其实他长大之后啊不断的有很多的 负面的消息传出来比方说 西多啊使用暴力 大家可以看到 他长大了之后跟他小时候健康可爱的形象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走上了这条路是不是真的因为童年出名的影响 可是我们不得不 有意无意的会往这个方向去想 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网友他的一个说法是很理智的他就觉得说这些同心同魔其实是禁止不了的只能通过法律给他去规范化 那么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虽然现在网络上面很多网友给这个打孩子这个妈妈妞妞的妈妈给他一些罪名 比方说觉得他是家暴 觉得他是魔兽妈妈等等的一些头衔 很多人围观但其实呢如果我们往有希望的方向去想 其实这是中国社会对保护儿童意识的一种 潜在的觉醒 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可以真正的推动社会变化 不管是在更加规范同心的管理上面呢 还是在追究 父母对孩子的不正确的行为上面 那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一节的明镜聊天时 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呢 请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也欢迎您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以及明镜聊天室 我是卓贤我们下期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jinnews.com